大家好 今天是5月15日 很少會在星期六播出 其實因為下星期三是假期 其實想著 今天錄了 明天才播出 我現在錄的時候 差不多是12點15分 但我還是想想想 因為現在你看到 台灣那邊已經失手了 台灣拉警報 因為台灣今天 單日新增 180例 當然台灣人口比香港多 台灣有二千多萬人 你當它三倍半 即是說 香港突然間一日新增 60例 昨天也是29 所以今天台灣拉警報 台北和新北 全面三級警戒 所有的 除了這些必要的公共設施之外 公共的 譬如說醫院 一些必要的場所之外 全部關閉 所有呢 全部強制要戴口罩 但是呢 台灣就說它 口罩方面沒有問題的 它有八億片口罩 所以 一會兒大家看到 我們香港的專家 許樹昌醫生 就說可以商討通關 我覺得它是癡狗忍善 因為現在 今早 中國都說 它遼寧 已經開始有十幾例 大家知道我們偉大的祖國 它說得給你聽有十幾例 就不是十幾例 可能是幾十例 但是大家要知道 台灣今次呢 是一個機組人員 因為那是超級傳播者 今天 香港呢 就有三宗 初步就說有三宗 有一宗呢 就源頭不明 你這樣下去的話呢 就很容易會失手的 你看台灣已經知道 它開頭失手可能幾個 幾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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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呢 今天是五六日 即是五日六日之後呢 一爆就爆一百八十個 我不知道 即是香港 過去那 十七個月 靠這些專家去抗疫 搞到香港人 五勞七傷 甚至有些已經 宣佈打柴 有些打柴的 好 一會我進去再說 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們的Patreon 後備時事頻道 我們的連結呢 就在Youtube的連結下面 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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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的美股是做好很多的 你看到 鑽石狗 立刻是由一百八十七 就跳上去一百九十三 美銀也好 由五十八個巴仙 就跳上去六十一個巴仙 今個星期就會放了 即是星期三晚就會放了 如果大家有興趣 訂閱我們五月份的投資日子 或者Youtube投資筆記 都可以付揮 大家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英文財經頻道 US.marketweekly 旅遊起包不用想 因為新加坡已經說了 下個星期再檢視 我們已經說了 這些通常都是三個月 你快者就是兩個月 正常來說是三個月 今次香港的第四波 是由十一月開始 我記得 十二月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今次是長達五個月 所以問題 當然 抗疫的專家 是極度有問題 包括我們的特首 整個政府 其實 但問題是 一般來說 都真的要三個月 所以今次的新加坡旅遊起包 我相信 做不到的機會很大 今天 這是五月十五日的新聞 台灣今天一爆 就彈一百八十宗 不要笑 一個機組人員 不要笑 一個機組人員 大家知道 前三四日的時候 就開始有禮 四五日前是六宗左右 六宗 十幾宗 然後昨天二十九宗 今天一百八十宗 台灣已經是拉警暴了 因為如果再用這個速度去擴散 大家看到幾何級數是很厲害的 即是說 超級傳播者的菌 是很活躍的 但大家不要忘記 現在這麼熱 也這麼活躍 你想想 如果 真的在冬天的時候 就 坦白說一句 真的不敢想像 其實 今天早上 台北和新北拉警暴了 全部 除了一些必要的場所之外 全部關閉 全部 全部收棄 全部 全民戴口罩 我相信 短期之內 台灣的物資是有的 其實是 但問題是 你不要笑 即是不要看著別人失手 你笑 香港不好得多少 而已 因為它就是一個機組人員 走漏一個 就死了 其實 你看到香港有這麼多源頭不明的話 九首必失的 新加坡 台灣 日本 現在 我們偉大的祖國 其實在遼寧那裡都有 今早已經說了 已經新增到十幾例 之前不是幾個 現在是幾天 你知道祖國的 幾十就變成十幾 幾百就變成幾十 你可以知道 問題是 即是 你說疫苗有沒有用呢 我覺得 很早期 我們已經說過 不要太重量 當然 如果你有需要 假如你有需要的話 那就沒辦法 例如說 你要回到國內 去外國 等等 但你現在證明一件事 就是 香港在過去一兩個月 你很幸運 你很幸運 你沒有遇到過超級傳播者 你現在看到韓國那些 全部嚴陣以待 美國那些 全部叫人去打 即是英國那些 那些 一個印度 就集中在東南亞國家裡 我相信 大家不要笑 希望台灣 日本 新加坡 盡快按下疫情 因為如果他不按下 他會說 遲早在香港中招 香港沒有條件再中招 香港的經濟已經死了 其實 已經玩完了 即是 即是 很多人已經等過五千元 救命 有很多人 知道波叔 派錢也比別人還差 真的 那我都不知道要扔什麼 是不是 有什麼好等 你沒有錢就出聲 是不是 你扔什麼 許樹昌醫生 還說 可以跟澳門相道通關 昨天是14日 那你說P不PK 你也看看形勢 坦白說一句 難道只是你沒事的 全部人都有事 只是你沒事的 你那些 香港那些人 那些基因奇特國人 是不會的 對不對 你還跟內地澳門通關 你不要再制 大哥 即是現在這樣的形勢 我估計 真的好像我們去年所說 我相信要 去到第四季 好像我們去年所說 你先禁止 先禁止印度的疫情 什麼都不要說 你不禁止印度的疫情 的話 沒得搞的 你一路再爆下去 就從頭再來過 但是 香港過去那十七個月 就是靠這些專家去抗疫 我不知道她說出來 有沒有政治成份 在裡面 我覺得是有的 因為我們的特區政府想通關 你看到現在林鄭很想通關 她很想經濟重愧 你看到 邱騰華出來 又沒有旅遊氣泡 她借了 因為沒有人跟她旅遊氣泡 沒有人跟她旅遊氣泡 只有一個希望 就是新加坡 現在新加坡也借了 問題在這裡 好 好 之前我們說這個畫面之前 剛剛看到一則新聞 就是波叔走了 即是 鋪王 鄧成波 就 88歲 今天走了 那就 不知道是不是跟最近的負債有關係 這麼大年紀 這麼大年紀 我都不懂得說 因為為什麼呢 就是年紀大 其實不應該再憂心這些事情 但是問題是 她一死就很麻煩了 因為為什麼呢 就是大家知道 她前兩天 我還在報她 就 波叔旗下 就正在賣店 賣店 賣店 那這次 真是被我在那個 就是之前那個 地產小專家說 就是 我怕她過不了這次 那果然是過不了 就是 就是 我想隨著波叔一走 就一定召喚 其實 那大家知道 有讀者說 中銀那邊 就借了兩百億 那些人為什麼會信 就是為什麼會信 她旗下呢 是信波叔而已 真的 不是信她的兒子 那隨著波叔一走 我相信 就一直逼死她 不是開玩笑的 因為 其實 你為什麼要找那些 之前退休的高官 因為她和銀行 大家都是小職員做起的 大家都是職員仔做起的 所以大家一起成長的時候 我對你有個信任 為什麼今天 成哥還要坐在那裡 你自己進去詳實 看看她有多少債 你信不信 大公子 咦 我就不太信了 是不是 所以問題是 那老傢伙坐在那裡 或者是 霍建玲坐在那裡 人家就信了 那你如果 超人一走 或者是霍建玲一走的話 嘩 你這小子 你這小子 還不還得起錢 是不是 喂 未見過你 巨巨 未見過你做事 的 不知道你做成怎樣 是不是 你整間房子收皮 對不對 不知道的 很難說的 所以問題是 阿波叔一走 我想他的王國 可能玩完了 因為在這些時候走 人家一定會叫你 其實是 一定叫你 哇 大哥 你那裡二百億 大哥 你一死了 我追誰 對不對 大哥你一死了 我追誰 即是可能是 那間公司 他就是那個主席 他就是那個CEO 喂 那你一走了 我找誰 這樣就糟糕 對不對 正常應該不會的 因為他們有抵押出去 是吧 但是問題就是 抵押出去也糟糕 你之前買的時候 那個店舖一億 現在五千萬 那不是大糟糕 對不對 但是正常銀行 不理你的 他一收 你還不到 他當時的市價是多少 他就不會再看他賺月蝕 他當時就甩了出去 但是問題就是銀行也很傷 不過大家不用擔心 中銀有很多錢 對吧 他虧的都是民之民高 對吧 但是 認了我說一句 可能 即是很 怎麼說呢 你始終欠那麼多錢 怕自己的王國塌 他知道自己的兒子受不了 哪裡受不了 大哥 現在這麼惡劣的環境 我們剛才也說到 現在那個疫情 又好像未完又來 你再搞多 現在他借的銀碼 香港現在這樣的地產市道 你覺得過多半年會好嗎 我覺得不會 特別是寫字樓和舖 他主要就是寫字樓和舖 所以可能憂心死也不奇怪 或者嚇狗死也不奇怪 所以我覺得 有些讀者在之前在我的網上留言 老祖過完之前的第二關 即過了沙士那關的時候 然後我們之前有報道 他去到二零差不多一幾年的時候 就已經是 即是可以說過了那關 其實應該是退休的 自己拿著一塊錢 一塊錢就交給兒子自己玩 他虧多少 他的事 不要再牽涉自己 但問題就是 不知道 這些國家有國家的事 但是 即是 都是 在這些環境裏面 你再做這麼多借貸的話 根本是很危險的 其實是 好 那我們就說一下 螢光幕這個 現在食環就告咎這個單地食品 那麼我們之前有兩個 episode 都說過了 那麼就很多人進去捉高灣隔離營 就吃了他這些粟米 即是石磚飯 即是食物中毒 那麼就輪流用廁所 那麼問題就是 他就說 在當年英國佬的年代 他留下了一個很好的東西給你 就是一個Tender的系統 即是說 你就去燈那個招標出來 等別人 即是不同的那個Tender 就去入標 那麼 入標是很詳細的 即是那份標裡面寫明 凹凹凹凹 你所有東西你要符合標準 如果不是追究你 那麼 但是問題就是 現在這個食環找這個丹尼食品 是沒有招標的 就不知道他們在扯醒拔衫 還沒找回來的 那麼這個丹尼食品 我們之前報導過 這個丹尼食品 本身已經之前 吃到那些小學生食物中毒了 那麼現在呢 輿論壓力之下 沒有辦法 就找了這個丹尼來開刀 但是我覺得其實 最需要去負責的 就是立即炒糕了這個食環局 食環局局長 然後就炒糕了這個 林鄭就對了 為什麼呢 問題就是 喂 大哥 這檔東西是你找回來的 不是招標回來的 當然招標都一樣有那個 有那個 那個約定的 但是問題就是 不是招標回來 是你找回來的 這些情形很容易的 你要明白 如果不是出事的話 那裏那幾千個居民 那天一天都是吃丹尼食品 還有一件事 丹尼食品是早午晚餐 都供應的 那是否最少一兩天 就找人下去 看一看飯盒 不用多 政府有車的 香港有多大 是不是 去到 查回百多個飯盒 戴上手套 戴上頭套 戴上手套 戴上手套 戴上百多個飯盒 掀一下湯 掀一下橙 沒事的 回去覆明 搞定 因為這個聽丹 是你找的 但是現在不是 你什麼都沒有做過 好了 輿論壓力 然後找丹尼開刀 以後誰敢跟政府做事 對不對 你現在不是買一個飯盒 不是吃三個小時 你是二十一天 那裏有幾千人 這些政府是不是要做 你不招標 我覺得一件事 首先是炒了這個食衛局 即食環局的局長 跟著林鄭自殺就對了 其實 你現在看看整個香港 所有政府部門做事 全部是社責的 上面沒有人叫我做 不做 什麼都不做 什麼都不理 好了 有事了 先看看怎樣射博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林鄭也是 咦有事 先看看怎樣射博 哦 射下去食環 接著食環怎樣 食環射下去丹尼 哦 菲律賓 飛鴻打針 哦 射下去勞福局長 這樣 一個典型的共產黨做事方式 性賴的 找東西來賴 找人來賴 以往的 以往在港英年代 你可以這樣做 立即炒了你 是不是 對嗎 你想想一件事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狀況 因為上面的人是這樣 你嘗試上面的人是李嘉誠 你不死了 是不是 你嘗試上面的人是四叔 你嘗試上面的人是同叔 你看看能不能這樣 這些根本就是很簡單的事情 一條小子都可以做到 為什麼會弄到這麼難 大家知不知道 現在外國是賣了報紙的 嘩 香港 食道那些 那些不是囚犯來的 他是陰性被你逼去隔離 因為後來做出來 沒有一個是陽性的 全部是陰性的 他是陰性被你逼去隔離 他是一般市民 他有交稅 最少一件事 你都給他自己叫外賣 有些人說 喂 叫外賣 可能有病毒感染 你中間有人看著 對不對 對不對 你中間有人看著 你如果不讓人叫外賣 你自己就做好些 對不對 好了 有事了 射責 左射右射 這件事又說不能告訴你 買個飯盒也不能告訴你 是立場去找丹尼 人家扔出來 為何丹尼會扔出來 為何丹尼會扔出來 為何丹尼扔我的價錢出來 喂 我之前報25元的 大哥 你現在要我16元 就是你鏈勾我的價 他才告訴你 我不怪那個價錢 你丹尼食品也有問題 但是問題 用他的人更加有問題 如果他之前有前科 你再用他 更加有問題 那你說有沒有人扯性 有沒有人拔三尾 肯定有 對不對 說回小新聞 我們之前在香港財經R的一周故事大使 都說過 英國再延長LOTR 我覺得英國也要小心 為何呢 始終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不和印度有聯絡 這些是遲了的事 但問題是他再延長 可能有疫情問題 已經由年頭移到現在 六月二十一日 即是再延長一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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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 我覺得一件事 如果你真的要移 即是 真的要移的話 你就申請BNO 是吧 會比較好些 但是有些人可能 即是急到賴的 那就LOTR過去 對不對 我覺得一件事 他不如 即是LOTR 就不要再延長了 你簡直說 即是 由現在 作為一個長期的措施 當他要停的時候 你三個月前通知就可以了 不用經常延長這麼麻煩 對不對 都是說回小小新聞 這個應該大家知道的 在社運的時候 大埔連龍牆這個 即是 斬到別人 搶到這個 就判六年四個月 我相信 應該有安家費 應該有安家費 因為大家看回 已經是年半的事了 即是 我之前已經說過 內地就是這些文化的 它動一點是斬民的 動一點是打人的 我們已經說過 這個文化很普通的 因為我很多朋友 都在國內生活了很久 所以 內地就是 即是 你如果不跟它有爭執 還 又自可 你一有爭執 它就會動手 即是 國內就是有這樣的文化 這些 讀多少書都沒有用 這些是屎片來的 讀出來 我們之前已經說過 中國的五千年文化 就是奴隸文化 官他不敢打 打平民 官他不敢打 警察他不敢打 公安不敢打 打平民 打一些武力還手的人 整個 整個 中國的架構都是這樣的 他是打一些 他就知道一些武力還手的人 他就去打 我們現在看看 譬如菲律賓那些 他是最欺負那些武力還手的人 即是 如果別人一看到別人有少少 少少的 還手之力 他就馬上縮 他整個中國都是這樣的文化 來的 coward 即是如果鬼佬叫做 coward 懦夫 即是我們說 中國的五千年文化 就是一些 coward 和一些奴隸文化 這些叫做奴隸文化 不需要浪費時間去學 即是 我都不想學太多 即是中國的傳統文化 這些文化我自己覺得醜 其實 你看看人家 為何人家這麼強大呢 原因就是 有些事情你真的敢於承擔 是吧 有些事情你真的敢於承擔 不是說 喂 即是我不是說叫你去送死 但問題就是 即是你現在看到整個中國 包括以前香港不是這樣的 現在香港也是 欺負到的就欺負 欺負不到的就不敢出聲的 是的 甚至有些 我們現在看到有人持官歸故你 有人就留下 即是趕科場 大家看到一間業樓那些 就出來跑馬仔 是吧 這個呢 我們之前曾經說過 但有讀者就說 講得少 即是 講多一點點 整件事就很簡單 其實 那麼 後來有多些資料 就說 即是 這位蔡展鵬 就 光顧那間 即是 無牌的按摩院 就是在佐敦的 吳從街 大家知道 吳從街 即是我們都留不少腳毛 真的不知道 留不少腳毛 那時候 我在那裏上班 上班了幾年 吳從街 那些 我都走得爛了 其實 之前我們去廟街 小孩子 其實 坦白說 那些應該就是 邪骨 那你問我 有沒有問題 我覺得是沒有 你問我 有沒有問題 我覺得是沒有 因為為什麼呢 做警察 通常都跟這些有關 對不對 即是 不要說只是做警察 那很多人 大家如果有走過的 之前在佐敦 有很多企街 對不對 很多企街 有很多上樓 年輕人也有 老人也有 甚麼都有 即是不要說 國安處處長 普通人的 都有禁鐘仔的 那問題就是 你說 那為什麼一個 國安處處長 不去光顧一些 高級的夜總會 等等 幾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 就是他之前 即是他現在 就是國安處處長 那他二十多年前 不是的 對不對 那他可能 光顧這些 不奇怪 一事難忘 很多都有 是不是 有些服務好 技巧好 等等 他就繼續光顧 還有現在最大的問題 就是說 即是他掃場的時候 他只不過在這裡 即是可能坐著 排隊 你又不是真的 捉姦在床 如果根據他的報道 就是了 那麼問題就是 你只可能一件事 你告他 就是說 即是他去光顧一些 無牌的場所 無牌的 就是 邪骨 但你的問題就是 你說他有沒有罪 其實他沒有罪 有什麼罪 他沒有罪 即是他不是有什麼 不倫的交易 他在外面排隊 只有他沒有罪 即是周星馳 那個 正母門 他在外面排隊 那個劉晶 大家知道嗎 你叫什麼 我劉晶 那你先 即是那個 其實是 他有什麼罪 沒有罪 問題現在就是 最大的問題就是 第一件事 為何會剛剛被人安裝到 因為他進了去 因為他進了去 前腳進去 後腳就有人掃黃 這是第一個 喂 弱都沒有那麼對 第二件事 就是他現在是內部聆訊 本來沒有人知道 第三件事就是 居然爆了出來 正常這些內部聆訊 是不會 即是不會出街的 還要爆到鄧炳強出來解話 其實很明顯的一件事就是 這些是內部的問題 即是說內部 是有人篤灰的 現在大家知道 在 國興那些篤灰文化 大家看到這個 甚至說 即是他自己收到一些警員 都發一些訊息給他 有些說牽涉到外國勢力 他自己都覺得好笑 經常說到外國勢力 對不對 難道外國勢力叫什麼 對不對 問題主要就是 他應該是內部裡面 有些人是不妥的 這個人 即是大家都明白 他有沒有了解大家的心照 但被他擦擦擦擦擦 就爬到國安處的位 有很多人很生氣 讓你爬到這個位 但問題是 其他的警員 會不會一樣 光顧這些邪骨呢 怎麼這麼奇怪 你問鄧炳強有沒有 有沒有 他光顧那些高級一點 我拿正牌 其實沒有的 是沒有的 那你一般人有沒有 一般人都有 對不對 我們那時候走那麼多年 坦白說 你問我 我真的不會找這些小姐 但你每天 記多個男人上去 我自己就真的接受不到 但有些人接受到 對不對 對不對 有些人真的一事難忘 不出奇 對不對 所以問題是 我又不覺得有這麼大的問題 還有問題是 他現在是內部聆訊 正常警方的內部聆訊 是不需要公開的 但問題是 居然 爆了出來 還要鄧炳強出來解話 簡單說句 就是拘捕他落馬 這件小事 其實這件事如果不公開的話 最多屌狗 小心點 大哥 對不對 你國安處處長 對不對 你光顧一些 高檔一點的 佐敦很多夜總會 很高檔 大哥 對不對 他說這個一事難忘 那些不行 其實有些熟客 他不是第一次去的 某程度上來說 我同意 謝偉俊 是很輕微的 是很輕微的 因為問題 你現在不是抓奸在床 他在外面排隊 正在等著上馬 大哥 那有什麼問題 對 你最多說 我出現在這些 無牌的按摩院 那有什麼問題 但問題是 我不同意謝俊偉說一件事 不一定牽涉黃島毒 那他做什麼 你無牌已經有問題 對不對 你無牌做按摩已經有問題 那你說有沒有色情 可能沒有的 我不知道 你說呢 我不知道 對不對 但是那些就是邪骨 我告訴你 我講的這句 所以問題是 很明顯是內部有人督灰 他會 再搞大件事 拘捕他下馬 其實 那哪些人呢 很明顯是他的比賽 都做了誰 對不對 就是這麼簡單 對不對 很明顯一件事 就是說 現在正常應該說 他就會接PK等 但是問題 有機會做一個 很明顯一件事 就是這個人要拘捕他下馬 你看一下 在警隊裡面 誰坐第二 第三號人物 你就知道 對吧 這些就是內部的督灰文化 現在很多的 共產黨這一類督灰文化 是搞出很多事出來的 大家要知道 這個就是第一滴血 我想將來還有很多的 那這個就是第二件大事 其實 應該 大家看到在蘋果的報紙 他自己都有賣的 其實 在台灣的蘋果 即是實體報紙 就是五月十八號 今天是十五 十六、十七 即是星期二 就正式停航了 那這個很正常的 很正常的 因為你姊妹真的沒得做 其實你見到那些廣告 等等 全部落去的Youtube Facebook 電台都少 即是電視都少 Facebook Youtube Twitter 或者是Cup House 等等 我不知道Cup House 有沒有那個廣告 或者Signal 那些都是有廣告的 但問題就是 真正姊妹的廣告 我們待會也會說 郵清源 可以這樣說 基本上頂不了 現在我們這些古老石山 我們在六、七年前 都轉了網上報紙 現在我買報紙的原因是用來墊桌 真的 一個星期我買一份 給我老婆用來吃飯墊桌 遲些都不用 用那些垃圾袋就可以了 問題就是 因為它貴 它總是十元一份 即是我們現在看 譬如經濟 或者信報 其他台灣那些 加加賣賣 一天都不用十元 真的嗎? 我平均報紙當然不是周刊那些 大約是八元左右 就已經有三份報紙 網上看 還有我以前看經濟日報 家裡真的整個 一個人這麼高的報紙 現在我全部丟掉 電腦搞定 所以這個問題 這個應該是大勢所趨 其實 大勢所趨 就沒有姊妹了 但當然一件事 它現在動結了 肥佬黎 他三間公司的 本地銀行賬戶 其實你可以看到 背後的考量 就是說 它不想正式 或者它未收到命令 它不能正式 蓋這個蘋果旗 香港那個 它是想截斷它的資金來源 讓你自己收皮 這是很明顯的 這是很明顯的 就是說 其實在黨裡 是沒有一個正式的命令 是讓它可以收這個蘋果 即是收它皮 其實 這個 它現在去凍結黎智英的資產 應該就是 可能是習近平的那條線 自己想出來的 行 你不讓我蓋它 我凍結了你的銀行賬戶 那你沒有錢 你就收皮 但是問題是 是不是有這樣的可能性 一半一半 因為為什麼呢 黎智英都不是今天出來做人 七十多歲 他一早已經知道 他自己 其實他自己是有問題的 即是他已經知道 他自己可能隨時被人貪 他的公司可能隨時被人凍結賬戶 我相信他 即是他另外一筆錢 應該已經交了出去給其他人 所以我覺得 這個對他的影響 未必一定是太大 反而一件事 紙媒真是難生存 這個就是 我相信是 現在目前的情況 當然有人分析 就是 債務問題 他未必有 我們剛剛也說了 他預早已經 分析了 其實 但是怕有人召喚 因為怕 你老闆也被人貪 其實你說他有沒有這樣的權利 他有的 當那個老闆是牽涉到 某些罪行的時候 他如果有足夠證據的話 他是可以 就是 扣掉他的戶口 但是最多兩年 最多兩年 國安法例外 國安法是無敵的 大家知道 天下無敵的 他現在只不過怕一件事 就說 有人會召喚他 我怕你 糟糕 那你糟糕 你借了我的錢 就不還 所以就要你 立即還錢 但是我覺得也未必 因為香港還有些人 有正義感 還有些人有正義感 那麼他 我相信 紙媒很快就沒有了 很快 譬如大紀元 或者蘋果 這些全部都要轉到網上 沒有辦法 因為根本上 生存不到 完全沒有廣告 基本上 怎麼下廣告 這麼少人看 那 說回852郵報 我想大家可能有看過YouTube 那已經停了 就是852郵報就停了 尤清源之前 我也聽過一下 但是 不是經常聽 應該說 很不經常聽 應該說 因為太多事情做 大家知道 尤清源之前 就是《信報》的編輯 那是 七年多 我後來聽完才知道 因為我最近這三四年 都才有聽 《852郵報》 其實他有些員工 之前有很多員工 後來離開了一批 大家知道 離開了一批 接著 這一批 有年輕人 有長工 也有 有時間 但是 大家都明白 一件事 現在那些 即是你做這一類 黃色媒體 經常都被人打壓 一定的 經常被人打壓 據他所說 他那些員工 大家知道 他的員工基本上都不出鏡 但是那些員工 就是父母很擔心 加上一件事 大家都明白 現在在網上 Youtube說話的人很多 那些view數 都分薄了很多 那他現在沒有廣告 那純粹是 只是靠那個 Youtube的廣告收入 其實根本上支持不到 你看到 即是早期 我在早期看 八五二遊譜 我想差不多是 一六一七年的時候 他的view數很高 有七八萬view一個節目 那就是 郵政員每天都出節目 甚至有時候 一天出幾節 但是問題就是 慢慢慢慢地 多了 譬如我們這些出來 講話的話 那慢慢慢慢地 其實所有人都分薄了 無論你是男也好 又黃也好 都是分薄了 那我看到有時候 他們只有二十多三十幾 和我們差不多 那有時候 心哥 心哥之前是很厲害的 心哥之前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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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頻 有七八十幾 現在都是只有二十多幾 那現在最多 都是得蕭先生最多 你看到 星期二得道那些 有些都是少了很多 就是現在是有真正出來講時事 你能夠堅持一些幾萬view的 其實已經不多人有 我們比較 我們比較容易數 我們是 沒有廣告收入的 我們比較容易數 所以不用想 從頭到尾都是單棍 但是他現在就說 就是今天那個office 都已經揚滿了 那office就不再租 那其實這個問題 我覺得他 其實無奈一定有 但是問題就是 你現在一定要減輕那個 減輕那個支出 你根本 就是你現在看到 是支持不到的 網台是那些支出 那當然在他的節目裡面 就說 就是 這個 就是特首辦 希望成立這個假新聞法 那我覺得一件事就是 就是說 其實他現在有國安法的話 他根本就不需要假新聞法 其實不需要的 有什麼需要呢 你總而言之 其實你總而言之去 去罵政府呢 他已經你說 即他已經可以說 你阻礙政府施政了 其實 你看看現在這個 就是泛民 35家選舉就可以了 那個都不是理由來的 但是他可以抓這麼多人 那何況你 是不是先 所以這個問題 我覺得 當然 假新聞法 是一個心理上的事情 但是問題是 國安法已經可以做完所有事情 最大的問題就是 他要跟那班 員工的父母交代 這個我是支持游清源的 往後可能他就 單拖自己來講 講到網台的收入 其實大家都知道的 很多 就是很多 網台你見到那個 收入呢 都是應該跌的 我自己見到 譬如說你見到 D100那些做不到的 熬不到下去的 除非大班在 在加拿大那邊 一路泵水 其實熬不到的 你看到的 view數很少的 幾十K 是吧 譬如你看到 myradio的 甚至很多節目 是少到幾K 我見到幾K 真的 是黃毓民出來 講的好些 都是只有二十幾K 以前黃毓民 一講過百K 真的 那些有廣告收 大匪都說 他們那個office都切的 其實 改為個人 那office 最多就是講一些 漫畫 龍虎門 喝酒 一般時事 但是大家明白 那些 坦白說 那些那個view數 是很少的 你香港如果不講時事 是很少的 即是我們 在香港 譬如講財經 講地產 那個view數 已經叫做高 有時候一個 香港財經壓力 有十幾K 二十幾K都有 地產小專家有二十幾K 坦白說 這些view數 已經是高於中原地產 真的 不是開玩笑 可惜我們沒有說過收入包 否則發達 但問題是 即是 你看到香港做的網台 是很困難的 是很困難的 因為你根本上支持不到 原來 郵清元說 即是香港的媒體 八五二郵報 曾經是 全香港是第三名的 即是收入 僅次於 不記得蘋果還是誰 不知道蘋果還是 Now 是 第一第二 他們是第三位 這樣 即是之前大家看到 譬如說 迷米 你看到 譬如 賣Radio 甚至在中段的 星期二得道 你看到 其實那些全部都是很厲害的 但問題是 你時至今天 一來就是 關於國安法的問題 二來就是 很多人出來競爭 三來就是 人不是香港 所以你看到 慢慢慢慢 當美國總統大選 下跌的時候 那些觀點數就一直下跌 那些 那些 即是蕭先生當然沒有問題 蕭先生有很多錢 那些錢 我想大家看到 有賣樓 賣一間屋 都幾千萬 根本他一定沒有問題 在台灣 但問題是 很多網台未必得 譬如說 你看到 神區都還可以 即是有時候 我看到有跌了 但跌得比較慢 但不要緊 年輕人 即是 他不像我們的腦 所以問題是 現在做 做網台是很難的 真的很難的 你不說時事 很難做 很難做 你見到 譬如說時事 有 即是 講其他的 有沒有多觀點數 有 但那些是 知名人士才有 你一個不知名人士 甚至我們這些不出樣的 都可以有這麼多人支持 其實是很難得的 是很難得 很例外 即是香港不同 香港不同 美國不同 香港不同 美國 香港不同 歐洲 隨便找一條女兒出來講英文 她都可以有過100萬 那女兒 不用漂亮 那女兒 可能是黑妹 不用漂亮 對不對 隨便 隨便找一條韓國妹出來講英文 都過百萬 因為別人的國家大 香港只有七百多萬人 對不對 丁這麼大 就是在國內的 你說 阿倫伯 有百多萬粉絲 有什麼問題 中國14億人 是不是 但香港是少 對不對 那 期待等 某青元的新節目 是嗎 那 傑斯也是 傑斯 就 reject了她 不讓她保釋 那她一定跟台灣的組織關係密切 因為為什麼呢 她當時那個千個爸媽的計劃呢 是要支持 就是香港 就是流亡去台灣的那些年輕人 讓他們讀書 那一定的 那不然她的錢怎麼去呢 那個人 她逃亡啊 大哥 她流亡在那邊都沒有戶口 對不對 對不對 那她怎樣 怎樣給她錢呢 她一定要經過那些組織 其實這樣看 現在就說12月 今年的12月才審 那如果今年12月 她就坐了 她坐了一年有多 她11月被捕 她11月被捕 11月被捕 是不是 看你自己怎麼看 政府就扔了一些 非公務員的職位出來 有些14,600 我看過就說很簡單的 就是真的做一些登記 有些是九萬三千多 那些是要求高一點的 有些技術成分的 但是問題是說 她給出這些職位出來 某程度上來講 她都是一些 鉗制你的事情 即是說可能你要宣誓 我相信也不是可能的 也不是可能的 即使你現在 即使不是合約公務員 或者不是搶工 你也是要宣誓的 打針你要先打針 那你就不能夠 說政府的事情 你一定跟政府 保持一致 那所有事情 就是找你 走走走 死就死先 站就站兩邊 那些我相信就是 即是你要 即是你要拿她的好處 你現在你記住 你拿共產黨的好處 你是要付出代價的 這個你記住就可以了 那我待會會 即是說很多 譬如說有人就 有人就持觀歸故理 有人就留意講科長 那大家見到 今年 即是上一個年度 有1800個公務員是辭職的 那是14年來的新高 即是2004年之後的新高 那為什麼呢 很多是宣誓 那還有很多 就說因為現在那個 即是立法會通過了宣誓法案 那很多已經現在做的區議員 就辭職的 大量的辭職 有幾十個空血 以前這些職位 是打穿頭的 打崩頭 打斑腳的 為什麼呢 大佬 五皮幾個月 大佬 真的 五皮幾個月 四皮幾個月 還加上津貼 那些不是說很高學歷的 去哪裡找 對不對 對嗎 但問題就是 現在我們都看到 他將所有的資源 收歸回他自己那一陣子 那你現在去做 坦白說一句 你特別是你拿高薪資 那些 你又要記住 你拿共產黨的好處 即他現在九萬幾個月 他自己覺得 一件事就是 我現在給你好處 你在外面 你現在一定賺不到九萬幾個月 我現在給你好處 因為我給你好處 所以 你就要聽我說 你就要回饋回我 共產黨的思維是這樣的 現在已經白了出來 林鄭是1998年入黨的 大家記得 1998年就是 剛剛回歸之後的半年左右 就是1998年 所以我們之前說 林鄭之前是一個地下黨員 為什麼要做地下黨員 原因就是 因為當年她要滲入去英國政府 好了 當 過了 即是 英國老州了的時候 她就一定要提她做正式黨員 因為她不是正式黨員 她就不能夠升上去 她不是黨員 絕對不能夠坐到行政長官這個位 這是很肯定 我完全沒有任何懷疑 一定是 你看到她現在做的事情 跟共產黨員是無異的 一模一樣 她現在的行為 做事 說話方式 跟共產黨員是無分別 行為 一模一樣 只不過她的權力 只有低那麼大 只有手指尾那麼大 為何我們說 有人持官歸故 有人留夜廣播場 這個我們已經說了 是吧 大家在正經短打裡面看了 你現在 李慧琼 周浩鼎 鄭詠遜這些 你再去選的話 那可能下一次 即是你的助理 就會爆你出來 即是你想想一件事 李慧琼的助理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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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 你沒有叫我這樣做 我做來做甚麼 不會的 一定是有阿頭叫他做的 但問題是 大家看看一件事 她這次 入罪 只不過是牽涉四個水 是這兩個居民 收了一百元的禮券 以及等值一百元 即是裡面的物件的福袋 四個水 就是這四個水 就會判這個 李慧琼的一個助理 以及助理 找那個女子 選舉舞弊 坐牢 一定坐的 現在根據官這樣說 就是為了四個水 以前香港的法官 你只是跑去他面前認罪 他也未必會告你 我告訴你 可想而知一件事 就是有人把他推出來 這個人 他甚至一件事 是可以控制到法官的 其實 控制到警隊 控制到法官的 你想想這是甚麼 那為甚麼李慧琼 鄭穎迅 周浩鼎這些去選 因為想吃那些蛇仔餅 因為有十幾萬個月 是吧 那李慧琼還是來會主席 再加上那五萬元一個月 就是因為那五萬元一個月 所以一直跟郭榮鏗 一直拘捕 拘捕了半年 就是為了拿多於五萬元一個月 所以這個問題 你看到一件事就是 共產黨 其實共產黨有他自己的模式 你不拿我的好處 他就未必會搞你 但問題是你現在來拿我的好處 他就一定會放低你 其實 那這些看他自己會不會做 我們之前已經說過 這些是訊號來的 訊號來的 你可以繼續玩下去 你就自己搏一招 他一定會搞到你坐牢為止 因為坦白說一句 你看一下 暑黃昏這些 誰沒有搞這些蛇仔餅種 泛民有沒有 你以為泛民沒有嗎 這是規模的問題 你以為區議員沒有嗎 一樣有的 好嗎 每個人都有的 每個人都會拉票 坦白說你拉票的時候 真的純粹為了一個政綱嗎 那些老人家 真的為了一個政綱去選你嗎 不會的 在正常的時候 對不對 坦白說一句 你中間有這麼多次選舉 這麼多次 李慧琼那些選過多少次 周浩鼎選過多少次 暑黃昏選過多少次 這班人選過多少次 你來嗎 但是我便把你祖宗三代都挖出來 為甚麼 因為他是政府來的 譬如我是治經黨的 我要找個資料 你可以不給我嗎 對不對 怎麼會找不到你呢 坦白說 他不用露誤你 沒有需要露誤你 因為你的確有這麼做 我告你不告你 對不對 你現在看一件事 他告這個 這兩個人收了 他加起來都是四個水 坦白說一句 我請你吃一頓飯 喝一頓茶 都不止四個水 都是兩個人 對不對 那為甚麼要這樣動你 很明顯一件事 因為你現在想拿我的資源 清不清楚 所以不是說 有人持觀歸故你 有人 留夜 大家看到葉劉 很明顯的 你看到 現在就 案內不住 我們已經說過 林鄭我們說過 梁振英說過 現在葉劉 就案內不住 走出來 我們哪有看錯 一點我都沒有懷疑過 葉劉就是想選 為甚麼 他說年齡不是問題 因為他年齡最大 為甚麼 為甚麼他這麼多事都不說 他說年齡不是問題 因為他年紀最大 快要七張 那之前二十三條 他做保安司的時候 他說甚麼 他說髮型不是問題 因為他的髮型是最壞 年齡當然是問題 大哥 你七十幾歲 你怎樣跟年輕人溝通 阿婆 我們那些都叫大叔 已經是五十幾歲 我們也不是六十幾歲 還有十年才六十幾歲 但問題是 我們都叫大叔溝通不到 何況你 對吧 我們還要叫他做師姐 你想想一件事 他已經差不多七十了 那你就看一件事 是啊 很多幫過他的步步高升 你掩蓋著良心就可以了 對吧 所以問題是 其實葉劉 從頭到尾都沒有變 名與利 是這麼簡單 名與利和一些虛權 我覺得一件事 你想想 林鄭不做這次 如果林鄭走了 他說 他不 他不欠這個特首 他真的 我執意 我要退休 我算了 我回到英國 沒有後面那件事 沒有後面的事 他現在在英國 硬硬硬腳 兒子在哈佛 正在做 Postdoc 那小兒子 大兒子在英國陪著他 或者他老公在英國陪著他 用不著搞到今天這樣 對吧 所以有時是煩惱自焦的 為甚麼煩惱自焦呢 因為你沒有這樣的能力 你沒有這樣的能力 這個是很肯定的 林鄭沒有 葉劉都沒有 做特首的條件 就叫做大無謂 做事主動 還有有管理經驗嗎 就是這三樣 如果這三樣可以的話 我找太古的主席出來做就可以了 對吧 做特首真的這麼簡單嗎 不是吧 我們經常說 誰管都不重要 香港 香港本身已經有一個很好的制度 最重要是做事公道 放手給人做 應該要做的時候自己做 權力 真的有權力的人 大家記住是不用的 真正有權的人是不用的 多些用腦想想 多些給其他主管去做 你報告給我聽就行 不用一定告訴我 但做頭有一個很大的特點 嚴格來說應該有兩個特點 我覺得做頭 第一件事 你要容得下人 就是說 別人比你厲害 無所謂 他比我厲害就更好 那我不用做 對吧 第二件事 用人為財 千萬不要用人為親 其實是這麼多 我不聽我的殘言 你不用來拍我的馬屁 坦白說一句 你今天讓我做李小嘉 我都不會出鏡 我做事而已 要不要人知道我是誰 反正 鐵打的衙門 流水的官 官是做四年而已 但是衙門不會離開的 所以問題就是 有很多人 他們今天做到 葉劉之前做的保安司 林鄭做的特首 她都是不明白這些道理 她都是不明白這些道理 那是不是自己越做越辛苦 你看到林鄭是越做越辛苦的 現在她就很害怕了 因為為什麼 如果我一落下了我就很糟糕了 那你想回頭 如果當時退一步的話 什麼事都沒有 都不知道很輕鬆 在英國 現在在咬著長良 跟兒子在玩 一個兒子在英國 一個兒子在Stanford 讀這個Postdoc 老公在陪自己 為什麼要搞這麼多事情 對吧 你有長良咬著 問題就是這裏 你不懂得分時勢 還有一件事 你不知道自己有沒有能力 在亂世之中 能力需求是很大的 你當時林鄭當然沒有問題 因為有個英國佬頂著 還有之前她做政務司也沒有問題 為什麼 因為曾蔭權頂著 你現在沒有了 你自己直接頂著 你就死了 那你還加上有19年社運 再加上現在中國在全球的經濟狀況是這樣 政治環境是這樣 再加上香港的疫情 根本上林鄭 葉劉 甚至是CY 是沒有能力去做的 這些人是不夠能力的 沒有這樣的能力去做的 你問我 我心目中屬於誰 我真是屬於何一成 我真是屬於何一成 看到的 人家看得到 我真是屬於何一成 人家做事的實幹方式 你有沒有看到何一成經常出來說話 沒有的 做事一朝到备就可以了 不用說那麼多話 有些人經常說 你澳門這麼小 那你去管一批 坦白說一句 你派林鄭去澳門 你看看能不能 被人斬死 你派葉劉去吧 之前 香港無風無浪的時候 他的保安司不一樣 為何當時在港英政府可以 因為英國佳琪你做而已 你看當時葉劉搞23條 當時不是江澤民立刻拿著他 怎麼會達到 在當時2003年 2003年 坦白說一句 已經搞了社運 我告訴你 如果不是當時剃了他 即剃了他 叫他下台的話 已經出現了社運 怎麼會有中間 差不多由2003年 到2014年 怎麼會有中間那11年的安靜繁榮 沒有的 那麼你看一件事 頭重不重要 為什麼江澤民當時一剃就剃了老董 那麼當時你一換了這個 換了曾蔭權照 曾蔭權是一個典型的 老政骨 他不會做多餘的事情 甚至一件事 他是跟著很搜救地去做 那麼大的問題就是 你跟著那個自由行的話 香港便有八年安定繁榮的日子 是換了梁振英 跟著跟著阿習那種 即是搞港獨那種 才開始香港亂 從2014年開始亂 不是香港不會的 所以說 有些人是聰明的 紅十字會 當然被納入選舉委員會的選舉 即是說 他當然地納入選舉委員會的會員 即是說你是選委會的會員 那麼你在選委會裡面 你可以投票 哪一個可以參選立法會 或者是行政長官 哪一個不行 但是你看人家秘書長說 不參與政治 主動要求除名 那麼就接納了 那麼你可以看到一件事 無謂惹禍上身 你坐得這些位置 一定有事 有人找你聊天 有人送那些蛇齋餅鐘給你 這個就拉你過去 那個就拉你過去 這個叫你做事小心 行 我不搞 我不做 那就沒有麻煩 這些就聰明了 有些人只看眼前利益 你拿共產黨 即是我們之前 都聽過了 喂 你在國內 當時八幾年的時候 你回去東莞那些 你就圈了 那個地 喂 圈了 那裡 可以了 那麼多地你就圈了 對不對 你照做事可以了 那麼那些區府 就 天天過來找你吃飯 請吃都沒有所謂 對不對 然後經濟起飛 第一件事 一個改朝換代 它就清算你了 喂 加這個 加這個稅 那麼多項稅 就是我們以前的廠都是 早期可以付錢 後來就不行了 不行了 你那個 就是你那個掩飾要搬的 說不行了 你一定要用 即不是搬 你一定要用我們提供的掩飾 那個多貴 不止貴 之前半天搞定 它現在要兩天 那我怎麼交貨 對不對 然後不行了 你一定要交社保的 又不行了 稅又要交多少 那你怎麼可以做 是吧 但是一個問題是 他說 喂 當時我們是益你的 不是這塊地 哪裏讓你拿到的 這樣 對不對 他會計算你之前欠他什麼 所以問題就是 你不跟他有任何瓜葛的話 你往後的人生都順利一點 所以我是賺的 這個 這個紅十字會的秘書長我是賺的 無謂跟他有什麼關係 你坐得這些位置 很多人想做特首 很多人想涉位進去做立法會議員 一定有人找你聊天 一定有一些好處 送上碗給你 送洗衣機 送雪櫃 冷氣機 送樓 等等 那麼他賣你賣不到 賣你的子女 賣你的老婆 那些人是很厲害的 我不做 什麼都不用賣了 聰明 說回國際環境 那麼 美國 歐洲 繼續 追殺中共 那麼大家看到 一路將那個新疆 他現在講到信仰自由 什麼叫信仰自由呢 就是說 他是打壓那些基督教 打壓那些天主教 就是大家知道 其實中國是 就是共產黨是無神論的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我上面有個神的話 你就比我大 所以國內是沒有宗教的 沒有宗教的 你千萬不要說 國內有宗教 可以在國內 唱聖詩 讚美耶穌 上帝 就立即拘捕了你 那麼大家看到 這個 這個 宗教自由報告 就說會再制裁這個 就是中共的官員 那麼 布林肯就不會放你了 其實 布林肯就不會放你了 一定是 就是繼續追殺你的 那些中共官員 那麼 這個 英美德聯合國會議 一路就 遮蓋你這個 中國的新疆人權問題 我想他現在會修煉的 他現在就修煉的了 就是做了整場戲 但是我覺得是沒用的 為什麼呢 現在人家 擺明就是拿一個點來動你的 那麼他那麼多 之前新疆被壓迫那些 去了美國啊 那些坦白說 喂 這要說這要散 人家上了電視 喂 有了傷痕給你看的話 不會假啦 是不是才對 那所以個問題就是 中國是很按鈕的 當時在阿拉斯加呢 你應該第一句就說 喂 沒有問題 不要爭了 你們找人來 來新疆 任你看 說了先 好了 你罵完人 譬如說楊潔篪和王毅 吊咬完Anthony之後 接著 喂 不行了 死了 人家制裁了 先說放啊 你看人家美國 現在美國和歐盟 不會去的 你叫我來參觀 我都不會去 因為為什麼人家 就要打這張牌出去 是吧 就要打這張牌出去 我們經常說的 王毅和楊潔篪 是害死習近平的 真的 害死習近平的 即使習近平叫你這樣做 你都不要做 是不是才對 那現在就害死他 人家不會來 即是你可不可以請到 布林肯去新疆營看看 你說呢 你可不可以請到歐盟去 彩你也有味呢 人家去 那些人就要打你 這個也是的 英美德聯合國會議裡面 即是打你 大家看到 這些全部在聯合國外面 那些人就示威的 同一時間 亦都動你這個世衛 我們之前在 一周股市大事也說過 那麼這個獨立調查委員會 就說世衛對應疫情反應慢 這個我們已經說過了 最大的問題就說 要走那個總幹事的任期 即是譚德塞 即是鹹濕塞 還有呢 就是增設一個架構 追究國家責任 這個呢 其實就是重磅 所以這個問題 大家看到的一件事情 就是 現在在 不止在美國 美國現在沒有退出世衛 那就給了一點點錢 但是現在美國 歐盟呢 我不管你中國 即是做些什麼都好 那別人現在就逼你了 其實 那麼現在習大大 還有沒有這麼多錢 扔下去世衛呢 扔下去給譚德塞 沒有嘛 是不是才對呢 那麼問題現在在這裡 菲律賓一樣的 那麼 道特爾特好像之前呢 就 安撫中國 但是呢 大家看到螢光幕這一個呢 他說 即使 有選對於中國的友誼 菲律賓的船隻 不會後退一寸 因為這些呢 是牽涉到那個國家面子問題 我不能夠讓你的那些船隊 放進來 所以大家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 現在整個 台海 南海的局勢呢 基本上是 沒有人會再對這個中國退讓 那麼當然 背後很大原因 因為美國路 很大原因 你看到現在 菲律賓 即是站得這麼硬 所以在外交上來說 她叫林鄭這個西婆 她不認識的嘛 她不認識的 那麼現在馬上收到 請你不要搞些費用 不要搞些費用 因為問題就是 中國根本是打不起的 你明白嗎 她是沒有能力去打仗的 菲律賓是弱的 但是一件事 她背後有一個美國佬 任何仗一打的話 沒有人可以保證到 中國 在南部的安全 一打仗的話 就沒有人知道了 人家有兩種航母在這裡 再加上 德國又去 伊利沙伯皇后號 加上澳洲的話 根本上一打起來的話 只需要有少少擦張走火 你深圳 中國沿海的 是保不住的 因為別人的國家不在那裡 澳洲不在這裡 德國不在這裡 英國沒有雷工那麼遠 美國沒有雷工那麼遠 你一打的話 一定能打到美國 一定能打到中國沿海城市 那你怎樣? 你能取得我仗嗎? 先說吧 拿著你的深圳還可以 你和美國人不能打 其實根本上 所以問題就是 你看到他現在 菲律賓一定要退 許智峰就更加 大家看到 許智峰是做事的 你看到他 他又不怕你那些 國安法 因為坦白說 他已經在通緝他 許智峰在澳洲 就不斷有發稿 或者跟一些 英國 歐盟 其他國家的人 大家保持著一個很緊密的聯繫 就叫所有的 譬如說香港的公務員 政府也有篤灰 黃絲也有篤灰 將那些要求 當然這些是秘密 其實沒有人知道 沒有人知道 其實 將那些 香港這些 所謂的殘官廢官 損害香港新聞自由 那些 做一個公務員的名單 然後 扔過去國際 美國也好 歐盟也好 然後 做出制裁 其實我覺得 一件事 現在歐盟 對於中國的取態 已經很明顯地 跟一年前完全不同 很明顯的 現在你看到 只不過是等德國 選出新總理 因為大家知道 德國是頭 但英國就表態 法國表態 但大家知道 法國是跟德國的 意大利 整個那些 已經不是中國堆 所以問題是 有可能 在德國 選了大佬出來 他就會對中國 或者香港官員 有所制裁 這也是 很多 香港的官員 很忌憚 為什麼呢 如果美國去不到 其實不是那麼多人 去到美國 最多人去到的 就是歐洲 也不是那麼多人 去德國 或者法國 大部分 都是去英國的 大部分都是去英國的 澳洲都有 我們之前說過 所以問題是 如果他一被歐洲制裁的話 就真的哪裏都不用去 所以你看到 許智峰 是打蛇 是打去七寸 香港很多官員 其實是很害怕的 譬如大家看到 譬如解僱利君雅的廣播處長 香港 要執行宣誓惡法的政制局 包括光頭中 民政署 大家知道 現在我們在一周故事大事說過 根本共產黨 公安的子女 配偶 是不讓進入美國 很快 歐盟會把這個案子 放在歐盟 香港 剛才我們之前已經說過 你取得共產黨的好處 兩邊都不是人 為什麼呢 共產黨會對付你 美國和歐盟都會對付你 那你就變成四個字 用中觸別 你根本走不了 你以為鄧炳強現在不想走嗎 他走不了 大哥 他走不了 他老婆走不了 他的子女走不了 最少去不了美國 如果他現在都不走的話 歐盟的法律一通過的話 根本歐盟你都不能去 澳洲已經不行了 那你去哪裡呢 你認為日本可以嗎 你認為韓國可以嗎 我不覺得 那麼台灣更加 所以問題就是 你看到許智峰在國外 其實你也做得很努力的 你看到他 很努力的 但是當然我們之前說過 我相信許智峰回不了 許智峰回不了香港 因為他一回來香港 就一定會被坐牢 無論哪一個渣旗都好 因為他也是潛逃 那你一潛逃呢 老實講一句 一坐牢 沒有的了 什麼都做不到的 議員做不到 專業人士做不到 其實做不到的 所以我相信 許智峰 回來的機會不大 回來的機會不大 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這裏 我們的網址 地產小專家 好 逢星期五和大家見面 大家有任何問題 可以在YouTube下面留言 留言便可以 大家電郵給我 香港financial at gmail.com 可以 好 今天早一早 其實和下星期三的假期有關 然後我們可能是星期一 或者星期二 中間有突發事 我們都會出正經短打 今天就是星期六 祝大家週末愉快 大家記住 現在香港鄰近的疫情 是很嚴峻的 所以希望大家 小心點 做好你的準備 九首必失 真的 你看到台灣就是 台灣是一個好例子 九首必失 你看到 新加坡也是一樣 都是好例子 它本來差不多零 都是九首必失 你看到中國 都是 因為尼泊爾那邊會入 現在在台灣 他們試完的病毒株 就是印度那種變種病毒 全部都是一樣的 都是那個變種來的 所以 我不覺得香港再搜下去 就是說搜到明年都沒事 這個機會不高 機會不高 所以問題大家要小心 好嗎 今天和大家分享到這裏 然後我們可能星期一、二 再跟大家做好嗎 好,祝大家週末愉快 拜拜